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高军 刚才我还跟老熊他们跟他说呢 咱们这局里啊 没有专门进毒的部门 然后呢大案队抓毒贩 抓得最多的就是我了 这小光跟着我算是有一点经验 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 得有点人才啊 你脑瓜子赚得倒是快啊 想要谁 说 首先咱得有一个搞技术的 这次小白楼那个凶手的指纹比队 到现在结果都没出来 太耽误事了 咱们得把效率提上来 所以这个狠检专家必须得来一个 其次呢 他有个能扛事的 从这次凶杀案就能看出来 跟这帮毒贩打交道 他少不了硬碰硬 咱得有点能扛事的 能打的 伸手好的 对吧 您看看我这对象怎么样 那就是说 咱有来两个新同事啊 一个痕迹专家 然后另外一个全小高手班 差不多吧 那 他们人吗 那我回去试了 这神宝这块头太有样了 不愧是全小高手啊 看哪儿框 刘国柱 好 刑事技术科 丁国柱 前来报到 我是郑美 郑美队长好 欢迎来带我们专案组啊 谢谢 你好 赵小光 好 小光好 你好 你好 你是技术科的 我看你这体格子 还没打拳呢 拳击摔跤散打 都不会 就广播体操还行啊 这天赋浪费了 这 你懂啥呀 人家是正经刑警学院毕业的 狠检专家 施敬 施敬啊 那咱那个 拳脚高手呢 开到了应该 你确定要他 对啊 这两年啊 江铁分局堆的人 得有一半都是他摁的 那身手可以 身手是靠谱啊 但性格 那也 那也不用担心 毕竟了 这他师哥 我能摁住 女警啊 这我真没想到 挺期待的 我欠你别期待 咋的 张雪瑶 没听说过呀 谁啊 我应该听说过吗 江铁分局那个 疯狗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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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知道你厉害 有点正型 拉斗吧 那也不是年年都输给你啊 你们刚才聊啥呢 我给听听呗 没 没啥 没啥 可是我刚才可听见 疯狗俩字了 他夸你的嘛 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 我亲师妹 全市的三打冠军 张雪瑶 行了 这就够了 要真有什么大型抓捕的话 我再跟局里申请 借点点警力就行了 师哥 咱专案组就咱几个呀 啥时候开始调查 还有一个呢 给你推荐个人 华州警校侦察系的顾老师 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毒品专家 我想请他加入专案组 结果人家不太想来 那边的同事也有点舍不得放人 那也挺好 那大老远折腾了老人家干啥呀 是不是 那也没那么老 不是老不老的问题啊 局长 你说我们抓毒贩 你说一个老师 没必要啊 没必要 这两袋 你能看出来 哪个是冰糖 哪个是冰毒吗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我也看不出来 两袋都是冰糖 群众总以为 咱们当警察的 就会动手抓人 有些小年轻 也确实一脑子热血 做事容易冲动 但你不一样正美 你不是个忙碌 我也算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 自打你从刑警学院毕业 一年转正三司 五年上一司 到现在三都 这些年刀山活海的船 立得功都数不过来的 你应该是咱哈岚 最年轻的刑警队长 你比我更清楚 破案靠的是脑子 是知识 队长 我不是说这个 毒品指示不重要啊 我们干刑警的 危险系数太高 那说白了 脑袋穿在裤腰带上 你找一个花权生家过来 也没抓过人 也没出过现场 你给他认练抓毒贩 那 那不找麻烦吗 他没出过任务 你不是出过吗 遇到危险 你能在旁边干战着 我还给他当保镖啊 别给我扯没用的 这么跟你说吧 国家决心铲除毒品犯罪 正计划成立专门的禁毒单位 过不了多久 咱们哈岚就要组建一支 自己的禁毒支队 你在第一批人选里 这是郭老师这些年来 协助阅东警方 获获毒品案件的资料 那去看看 得了 我也甭看了 局长也是铁了心了 那就 你咋说我咋干呗 不是还说吗 人不太乐意来 这事您还得试试劲啊 你去请 我去请 对 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了 你尽快去一趟华州 我去 你 我抓紧买票 局里报销 我可真谢谢你了 出发了